我們其實不是聽兩條弦的音準 我們是聽這一個interval 這整個音程的音準 應該懂得聽音準的 是吧 如果你家裡有鋼琴 你用鋼琴的A對一對 現在這裡沒有鋼琴 你拿一支弓過來 現在是準的 你試一下拉A和E弦 兩條弦一起拉,然後聽一下準不準 拉A1 教音一定要多些聽低那條弦的音準 明白嗎? 所以如果A和E的話 A要拉多一點,大聲一點 有很多人教音的時候 高音那條很大聲,那就不對了 就會很吵,很難聽到準不準 現在你準了,A和E準了 D和A一起拉的話 你告訴我哪一條弦要拉多一點 或者大聲一點 你先回答我 D和A 沒錯 好了 你聽到什麼? 你覺得是否準呢? 準不準你覺得? 你聽不到再來多一次? 小心聽 D和A 兩條弦 對了,D要聽多 A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你覺得有多準呢? 現在如果1至10分 這個 這個5度 知不知道什麼叫5度? 知不知道 interval 音和音的距離 G 小提琴 每條弦 每條弦之間的距離 就是一個5度 譬如這個是G 或者是So 接著旁邊這個是Re 或者D So La T到Re就是5個音 這個距離 明白嗎? 每條弦都是相距5個音的 現在 就是要聽 我們交音就是要聽 這個5度 準不準 你覺得 你再拉多一次 你覺得剛才那個5度 是不是最準呢? D和A D和A 你覺得 其實還差一點點 D 你再拉 你一直拉 我幫你調 下面的尾條 OK 記住 還有我們教音 以後你教音 你的 夾穩的琴 夾穩的琴 不要讓它跌 OK 你的手要擠向這邊 留意 你看看 你的手腕千萬不要碰到 功無 OK 我們教音的時候 只是用上半功 這個地方 不用用全功 還有第二件事 最重要 一一 就是不要被子宮停下來 不要停下來 教 停下來教 這個右手要一直拉 然後你聽到不準的話 你慢慢教 現在試一下 你拉了 手擠在這裡 手指 手指公 食指擠在D 因為我們現在想教 有 D言聽它準不準 你再拉 繼續拉 就是不要停下來 你發覺沒有功 就上功 但不要那麼快 其實現在 你放開我幫你了 你繼續拉 繼續拉 現在D言有少少低的 一路拉著 你聽聽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轉變 兩條弦 兩條弦 兩條弦一起 換弓 不是 換弓 我還沒叫你換弦 我還沒叫你換弦 你要小心聽 一一一 所謂準 等等 所謂準 就是順耳 你感覺到音是很穩定 這個就是準 如果它不穩定的話 你聽到它會 它會好像這樣震的 它音裡面會這樣震 所以我就說 聽音準要很細心 很放鬆地去聽 不可以心急 明白嗎 OK 現在聽一下D和G D和G 對了 G也要多些了 OK 給個分數自己 1至10分 現在算多準 10是最準 9個半 9個半 其實都準 都可以說10 我想給你聽一下 如果是9分的話 是怎樣 聽不聽到有些 不太順意 第二步你要聽得出 它怎樣不順意 現在低了還是高了 你覺得現在低了還是高了 不是 低了 你最初聽音準的時候 你會搞不清楚 到底是高了還是低了 那不要緊 如果你發覺它的距離 越來越遠 沒有對的話 那就是不是高了 即是低了 現在這個音是低了 我們再講一次 怎樣聽它 怎樣知道它是低了 你感覺到那個音 是向下 是暗了 好像天天突然之間有很多雲 是這個感覺 現在就是這個G音是 尤其是比起D音 D弦是沉了下去 那我們現在調高它 現在定了 明白嗎 所以 所以教音呢 兩條弦 我們不是 我們其實不是聽兩條弦的音準 我們是聽這個interval 這整個音程的音準 是兩個字行結束 那個音程 它們 我們來看